乌鸦这种不祥之鸟 它拥有很多不好的标签 人家鸟一张嘴 叫有喜事 它一张嘴 你算了你还是别叫了 老子以前可是数鸟 没错 关于乌鸦神话的文字记载 最早出现在山海经理 讲少物化遗址里 也出土过金乌复日的彩陶碎片 这画的也太抽象了吧 你写实多了 当时的人们特别崇拜太阳 有一天他们发现 太阳中有一个黑点 周围还经常有黑云 再联想到自家部落的图腾 于是 我明白了 太阳每天起起落落 是因为有一只黑鸟背着它 每天朝九晚五的飞上飞下 我可真是太聪明了 我们家图腾太厉害了 真是一只祥瑞的鸟啊 太崇拜它了 打工鸟啊 呃 于是就有了洋乌在日的神话 而乌鸦也迎来了 属于自己鸟生的高光时刻 它被称为太阳的使者 被老百姓奉为神圣之秦 深深地崇拜喜爱着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同志者们还把乌鸦打造成 雌孝之鸟 成了人孝的代表 乌鸦都知道凡鸟 你还不如一只鸟 呃 这是我儿子 就是长得有点着急 甚至 人们还拿乌鸦的日常行为 来占卜吉凶 咦 这是何一啊 呃 红韵灯头啊大人 直到宋代开始 乌鸦才逐渐跌落神坛 呃 其实准确点说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 一部分人就已经开始 用科学的态度 重新审视乌鸦了 比如 他 而不是 是他 身为南方人的屈原 对太阳可一点也不崇拜 对乌鸦当然也喜欢不到哪儿去 这无其马黑的恶鸟 有啥好崇拜的 并且 他还把对乌鸦的质疑和看法 写进了自己的作品里 从那以后 原本一部分爱无组的成员 旁边到了燕无组 两组 以爱无组为主流 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嘴皮子账 乌鸦可是圣鸟 它就是一只恶鸟 它是太阳的使者 使者会吃这玩意儿 它是雌啸之鸟 小美的嚣张 长得黑不溜秋的 还一副破了嗓子 你这人怎么还搞人事攻击呢你 你说的是他 终于到了宋代 神们慢慢了解了大自然 神话传说的影响力 开始变弱 当时的北方人 虽然还是喜欢乌鸦 而南方人 则开始讨厌乌鸦 因为他们觉得 乌鸦反哺 只是一个误会 乌鸦一叫 啊 大概率坏事就要来到 而且当时最常见的乌鸦种类 也都是黑色的 黑色虽然在秦汉时期 是尊贵的颜色 但是从宋开始 却慢慢变为不祥的颜色 所以就是讨厌乌鸦 再加上后来的宋代经济政治中心 开始往南边移 南方的习俗信仰 开始成了主流社会文化 乌鸦就从太阳的使者 祥瑞的象征 沦为了不祥之鸟 即直到现在 人们都还继承了这种观念 我是花小乐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博学的画家 送入一次 准备 给周围 毕竟